哥罗西书是一卷看重我们对基督忠信忠心的书信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开始我们要从哥罗西书来进行我们每天的灵修 今天我们就从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一个开始的问安 一起来思考让我把经文读出来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这封信一开始就讲到这是奉神的旨意 所以这不只是保罗写的一封个人的信 这是带着使徒的权柄 也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的一封信 保罗在第一次旅行步道认识了提摩泰 后来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保罗就邀请他带他一起加入步道队的行列 那提摩泰就成为保罗很重要的童工 在这封信里面保罗提到提摩泰 非常可能提摩泰是这封书信的记录者 保罗口述然后提摩泰记录 当然这里没有很明确的这样子的指示 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 所以这封信保罗说是我和提摩泰写给你 也是向各位问安 然后在这段经文下面就说向谁问安呢 向哥罗西的弟兄 也是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弟兄 那么首先哥罗西教会当然不只有弟兄了 也有姐妹了 只是在书信里面提到弟兄经常是包括姐妹 那提摩泰保罗一起向哥罗西教会问安 写信 在这个称呼当中呢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在哥罗西和在基督里这两个平行的称呼 在第一节这里呢 像哥罗西在哥罗西的弟兄 但是后面又讲到在基督里的弟兄 为什么在哥罗西也就是在基督里了 当然道理很清楚了 因为这群在哥罗西的信徒是耶稣基督的信徒 所以他们仍是在哥罗西 不过在信仰的层面呢 他们都与保罗一样 提摩他一样 他们是在基督里的弟兄 在基督里使得在不同地方的主类肢体 就成为弟兄姐妹 这是基督信仰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却能够成为一个身体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在第二节就对这个的奇妙有一个解释了 因为下面说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那里归给你们 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用语叫做我们的神 这个用语呢 不只是指这位神是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字面的含义 背后更有一个盟约的观念在当中 这位伟大的神竟然是归属与我们有关系的 在这个归属的关系里面 我们属于神 神也是我们的 这个的关系我们叫做盟约关系 因着我们与这位神有盟约的关系 于是在不同地理位置中的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却能够合而为一 那今天信守的这个问安 其实已经给我们许多灵里面的亮光和真理 《哥罗西书》是一卷看重我们对基督忠信忠心的书信 为什么我们能够对主耶稣基督有忠心 有忠信呢 因为我们与这位神有一个盟约的关系 于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肢体 成为一个身体 也因着这样 弟兄姐妹之间就有一种主类的交易 愿主带领我们今天 能够经历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福分 那就是不论地理的位置在哪里 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愿神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